女孩目睹凶杀案 她拿起电话刚要报警 突然想起自己是个哑巴 根本说不了话 接线员以为是恶作剧 果断挂了电话 此时凶手已经顺着声音摸索了过来 没办法 女孩只能将信息发给哥哥 哥哥名叫阿谢 是美国的联邦调查员 此时他正在执行一项抓捕任务 因此错过了妹妹的求救信息 凶手一点点像衣柜走了过来 他拉开柜门 里面却空无一物 原来女孩正躲在一旁的鞋柜里 眼看凶手离开 女孩犹豫再三还是爬了出去 他刚要捡起掉落的玩偶 房间的推拉门便突然关上 夹断了女孩的右手 凶手承诺 只要女孩开口求饶 就放他一马 可亚把女孩执拗得很 坚决不肯发出任何声音 后知后觉的警察突然发现 刚才报警的手机号主是个聋哑人 网搜队接到出动信息 阿谢也意识到了妹妹的处境 几人赶到案发地点 地上是一家三口的尸体 隔壁房间也只剩了一滩血迹 由于来的太迟 案件线索全都断了 此时警员突然想起白天的时候 江泉九曾预言此处会发生谋杀案 组长老白赶忙打去电话 泉九很确定 凶手为女性 身高1米2到2米4 年龄在20到75岁之间 得到信息的几人分头追捕 阿谢果然发现了一个身着羽衣的女人 女人虽然穿着高跟鞋 速度却堪比恶没了外卖 逃跑途中甚至能回过头 等待阿谢的到来 男人掏枪刚要崩死对方 校车里的大批学生涌了出来 阿谢甩开大胯继续同桌 却被一辆桑卡纳直接顶飞 此时女人已经彻底消失 泉九闭上双眼 一阵细微的警报声从远处传来 女人询问失踪的妹妹 是否携带了警报器 阿谢承认 由于妹妹患有失语症 她的确随身带了一个 泉九说 报警声音就在十字路口的右方 女孩此时应该还活着 阿谢半信半疑 她按照提示来到客车厂 在将泉九的指引下 果然发现一个可疑车辆 可里面除了报警器和妹妹的衣服 便别无他物 阿谢认为妹妹被关在后备箱 就在她要撬开后锁的时候 泉九清晰听到了瓦斯泄露的声音 女人大声提醒 快速躲避 阿谢转身就跑 爆炸的空机波 将她拨进了一旁的客车 此时几百米外的垃圾堆里 网搜罪发现了女孩的尸体 哥哥赶到现场望着浑身是血的妹妹 一阵剧痛从心底涌了上来 泉九仔细分析了案件经过 杂耍人正式利用泉九超强的听力 让她做出了错误判断 最终导致女孩惨死 客警阿谢也显现命丧当场 杂耍人缓缓摘下帽子 她的容貌竟和江泉九掌的一模一样 此时警方接到举报 身着雨衣的女人上了一辆出租 车辆的目的地正是首尔机场 同时技术组破解了杀人预告的IP地址 发送地点在几州岛的汉拿山 经过查询 一小时后刚好有飞往几州岛的航班 广搜队立马赶往机场 蓝亭的这群登机人员 由于没有搜查令 空姐对警察很不耐烦 警方没办法 只能目睹着乘客登上飞机 由于被杀的一家三口和开发商机院很深 邻居纷纷猜测凶手是施工人员 吃瓜群众的情报误导了办案方向 好在联邦特警在垃圾桶里发现了黑色雨衣 一衣的背面还黏着消散甘油 阿现很确定 这是凶手制造炸弹时不小心撒上去的 杀死妹妹的女人此时一定到达了几州岛 为了破案 全九主动调到了几州岛的指挥中心 联邦特警阿现也来到此处 根据韩美特殊协定 联邦特警有权参与案件的跟踪调查 面对全九 阿现一直对此人的错误判断耿耿无缓 接下来的一份情报 更是让几名探员 对着将全九拔枪相向